今天的话是第六次上课 前一次上课主要重点大概就是有几个部分 我们有利用像范围输入层级的部分 输入层级部分的话 再把它用open的方法 其实在python里面读档 这个部分其实还蛮容易的 你open之后的话 只要给路径 比如放哪里 那如果需要相对路径的话 你可以不需要指定 你跟他档案跟副档名就可以 然后后面就一个R读取模式 那如果是假如在微软底下产生的档案 就不用encoding 可是如果是像Google产生的档案 你就要加encoding.utf 或者的话读进来的资料会是乱码 或者甚至可能无法读取的问题发生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资料读到 这个档案里面做一些计算 算他最高分的跟最低分 然后另外当然我们有讲到有关一个 合并全省邮局资料的这个部分 全省邮局资料总共会有25个档 如果25个档 我要一次很快的就全部把那个档案 全部都把它合并起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OS里面的叫work方法 他会告诉你 你给他指定某一个资料夹 他会把资料夹里面拥有的档案数量 会用串列的方式回传给你 那你只要怎么把里面的 串列里面的逐一逐一的护党名抓出来 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做合并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会懂得用那个OS点work方法 其实算是还蛮容易做到 就是有关档案的合并跟档案的分割 那分割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那个就是找位置的部分 所以上礼拜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把那个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也有提供那个完成的这个档案 分割跟合并部分 那里面的话当然work方法 这边有 另外的话呢 还有用到OS的一些其他的方法 包含就remove等等的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删除掉 删除档的remove OK 除了那个O以外的档全部删掉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分割回去 那分割回去呢 我是利用那个fine 这个fine方法 字串里面有个fine 那fine什么呢 我把它增加两个换行 那将来的话找换行的位置 那换行位置找到之后的话 就把这个换行的位置 放在所谓的批里面 批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就去做切割的方法 就是也是利用那个 把字串 当成类似像串列一样的使用 有没有 那一个字 等于一个字呢 它的indays就零 那你就是用切割的方式 也可以再把那个档案 本来有25个档 然后合并完之后 最后还是可以把它分割回去 那其他底下的话 我还有放有关 如果用eSale VBA 一样可以做到类似的方法 那这边的话呢 他那个eSale里面有内建一个叫query table 其实query table里面也可以做独档的部分 那只要配合一样是督坏回圈 如果这边的话用督坏回圈里面配合一个叫DIR的方法 跟他讲一个路径 让他去找什么 找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哪一种形态的复党名 他就帮你全部找到 那找到之后你也可以逐一逐一的做看要合并 或者要分割 其实在eSale里面一样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OK 那今天的话呢 重点我们摆在有关那个字典 什么叫字典 待会可以先看一下 有关字典的相关的说明 我把它放在 讲义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38页 那基本上的话呢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key跟value key跟value OK 那也就是说呢 以往有点像串列 之前的串列呢 只能放一个资料 但是呢 在字典部分的话 它是放两个资料 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OK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有点像 就是做资料库用 资料库里面编号也就是说放上key value的话 就是编号以外的其他资料就放value里面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后面我们会举个例子 比如说 待会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在那个我们讲义 就是在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38页里面 会有一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的话呢 跟前面的那个list也蛮像的 就是说呢 输入成期之后 直到输入-1 那就离开 OK 那只是说呢 有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说的 这个地方呢 除了输入成期之外 还要输入学生的姓名 那之前如果用list的话 你只能输入一个资料 比如说你只能输入成期 但如果你要输入姓名的话 如果在list 恐怕就是要再多增加一个list 一个list放成期 一个list放姓名 但是如果在字典里面的话 它刚好一个放value 一个放key 一个key 一个value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最后呢 列出哪一个学生的成期 谁的成期 OK 那可以把它列出来 那这部分的话呢 那也许可以先看 稍微看一下 最大的重点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你要做出那个 字典跟list的最大的差别 那个串列里面的话 是也许我们之前用list1 后面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之前是用中刮符 可是现在的话呢 字典的话 一律用大刮符 也许我要建一个空的那个 空的一个字典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在那个list里面是有append的 比如说我今天把资料填进去 可是在那个什么呢 字典里面的关键地方 它一定是什么 这个dict1 它的中刮符 里面的话就放key 放它的名字 然后后面就放它的成期 所以在additioner里面 就是放一个key 一个value 一个key 一个value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keyvalue全部抓出来的话 那我的习惯是再把它放到 这个串列里面做处理 串列做处理 然后呢分别把结果给列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也许先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了解一下 什么叫字典的一些相关形态 还有它一些重要方法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字典输入成期 那成期是有姓名的这个资料 那怎么做 可以先稍微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好